大家好 今天是12月30日星期三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2021加拿大生活成本暴增 这些都涨价 据CTV News报道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深经济学家Nathan Jensen表示 新冠疫情冲击对所有收入范围的人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2021年许多类别的消费可能会继续涨价 对非必要商品的购买需求 预计将在2021年底恢复 Jensen表示 食品价格在2020年上涨约2.5% 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到新的一年 2021年食品价格将上涨2%到2.5% 最新的加拿大食品价格报告预测 食品总体价格将上涨3%到5% 其中 每个家庭必备的肉类和蔬菜将涨价4.5%到6.5% 水果涨价2%到4% 研究人员预测 与2020年相比 四口之家的平均伙食支出 在2021年可能增加695加元 同时 有价暴跌和加元疲软 推高了2020年进口商品的价格 这一情况还将在2021年继续 此外 农场品的价格也将上涨 对于许多零售商和零售服务而言 新冠疫情导致清洁和卫生防护的成本增加 包括安装有机玻璃防护罩 为员工添置防护装备等 这些额外的支出无疑将转嫁给消费者 HRC零售咨询公司总裁Afrost表示 所有零售商都不得不在清洁方面花更多的钱 在某些情况下 大流行期间的清洁和卫生归程 可能在未来成为一种永久化的标准 这些成本将导致商品涨价 运费或退货费用上涨 疫情期间的抢购和商品短缺现象 也让零售商了解到消费者愿意为需要的商品支付更多的费用 以及看到更多的价格弹性 并据此进行价格调整 Afrost预计 零售业中主要类别的价格将上涨5%到10 奥莱工厂店的涨幅或超过12% 房价方面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预测 2021年全国平均房价将上涨9%以上 达到62万400加元 CREA称 房价有望以每年超过13%的速度增长 房屋销售预计也将创历史新高 REMAX等房地产公司预计将增长4%到6 Royola Page则预测将增长5.5% Janson表示 房价肯定上涨了 利率非常低 同时 高输入家庭通常消费的很多东西现在都无法购买 大量的额外现金已经用来促进房地产市场 在某些情况下 随着加拿大人无限期地继续在家工作 一些专家还预测 人们对更多空间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尤其是远离市中心的地方 另一方面 2020年对于石油来说 是疯狂的一年 由于疫情的限制及其带来的经济影响 导致对石油的需求暴跌 美国原油期货在4月崩跌 史上首次跌至复值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家工作 出行次数减少 油价跌至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虽然目前加拿大的油价已经脱离2020年的最低点 开始出现上涨 但明年大幅度的上涨可能性不大 因为新冠病例持续增加仍然令人担忧 而且许多公司让员工留在家中工作 因感染新冠获救 加拿大美女入院检测 意外查出恶性肿瘤 据CTV News报道 住在温哥华 32岁的Alison Lowe是一名理财师 她于9月感染新冠病毒 由于其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入院后不久就进了ICU 常规新冠肺部扫描 不仅让医生惊讶 也把这名美女患者吓一跳 扫描结果显示 尽管她病重的原因是因为病毒本身 但在她的一片肺炎附近 有肿块正在悄然生长 已经长得很大了 但是她却一直不知情 Alison说 新冠病毒把她折腾得很惨 我开始失去身体的部分功能 特别是肌肉功能 我说不出话 吞咽困难 感觉我的身体好像正在缓慢地关闭一样 但Alison从病毒的打击中稍稍恢复后 医院对肿瘤进行了活检 Alison说 虽然医生说肿瘤是恶性的 但可以手术切除 因此当时订好了计划 要在明年1月中旬进行手术 但实际上 手术没有等到明年 这位理财师11月下旬又回到了医院 并于12月9日进行了紧急手术 医生们切除了她胸部的癌性肿块 及时发现并切除了肿瘤是一种幸运 能够在圣诞节出院回家与家人团聚 又是一种幸运 谈到被切除的肿瘤时 Alison说 她被包裹得很好 因此医生们可以一下子全部清除 不再需要其他治疗 包括化疗或放疗之类的 实际上 如果她在几个月前 不是因为染上新冠而接受治疗 那么这个肿块可能仍然无法被发现 尽管她的癌症隐患消除了 但现在仍然在服药 治疗新冠病人的重症肌肉无力 这是一种由新冠引发的自体免疫性疾病 Alison说 有一些人很幸运没有感染病毒 一些人即使被感染 也可能没有太大事情 但如果像我一样 因感染患上自体免疫性疾病 那就麻烦了 她将在你的余生中一直跟着你 除此之外 她胸口上的大疤痕也伴随她终身 但她表示 我不为此感到羞耻 这就是我 我为自己的伤疤感到非常自豪 因为这是一个生存者的故事 加拿大人对房市信心达到三年最高 据彭博社报道 根据调查 加拿大人目前对未来房市的信心 是三年以来最高的 49.2%的受访者相信 房价将在未来六个月内攀升 这是自2017年5月以来的最高比例 自加拿大首次关闭经济 已遏制新冠的传播以来 已经过去了9个月 这曾经导致消费者信心创纪录的暴跌 然而 从本月开始 即使感染病例数继续增加 在加拿大批准的疫苗 激起了人们对新冠即将终结的希望 创纪录的低利率 和对更宽敞住房的强劲需求 正推动加拿大今年的房价和销售 达到创纪录的高位 特鲁多政府已承诺 保持财政开放 以支持经济复苏 而一系列的收入支持措施 已使不少家庭拥有大量现金 Nanos Research首席数据科学家 在报告中说 随着疫苗的消息 消费者对加拿大的信心继续增强 在过去四个星期的跟踪调查中 对经济实力和住宅房地产价值的 前瞻性认识 提高了整整五个百分点 本次彭博社调查要点 房地产乐观情绪继续攀升 只有12.7%的受访者认为 房价将在未来六个月内下降 对经济前景的看法也有所改善 约23.7%的消费者预计 该国未来六个月的经济将会强劲 这是自六月以来的最高 对个人财务状况的看法基本未变 其中有14.9%的人称 自己的情况比一年前好 而25.7%的人则表示情况较差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唯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